在娱乐圈中明星和明星恋爱结婚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毕竟每个明星都是很优秀的人 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很容易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而且两个人的资源还可以一起互相帮助 所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不过凡事也没有绝对 在娱乐圈中就有不少明星 曾经公开表示不会找圈内的人恋爱结婚 例如张国荣在他生前接受某节目访谈时 谈及了自己的感情 他自曝自己曾经找过圈内的人恋爱 但全部都无疾而忠了 自己现在不会和圈内的人交往 因为一路走来后 已经看透了这个圈内的人和事了 圈内那些女孩子都有些招摇和虚荣 没想到张国荣敢于在节目上这样讲 明明是一个老江湖 却在镜头里这样的坦诚 自快女之后 并可谓战乐坛成绩一直较为平淡 如今没什么新作品 但他都快被大家遗忘了 而在感情上 他曾经表示不找圈内人恋爱 他觉得圈内人有点乱 据说他真的是找了一个圈外的男友 两人的感情多年来非常稳定 孙洪蕾在早期其实也和许多女明星恋爱过 而且都是那种名气比他更大的女星 不过随着孙洪蕾名气越来越大之后 他也曾经公开表示说 再也不找娱乐圈里的人去恋爱 结婚 而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他的现任妻子王俊迪 就是圈外的美女 他们夫妻婚后 遇有一个女儿 这么多年来十分幸福 赵丽颖从默默无闻地跑龙套 到短短几年时间 就摘得了无数大奖 如今算是得上 是最当红的小花了 而事业成功的 他在感情上的绯闻也不少 例如早前和陈晓 张翰 林耕鑫等人 不过这些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择肉标准 赵丽颖曾经在某中一节目上说 一要有颜值 二要个子高 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不是圈内的人 贺军祥 代表帅气有形 一出道就凭七年急升打出了知名度 接着他出演的恶魔在身边 又创下事业高峰 他深情又帅气的形象 掳获不少粉丝的心 平时很少会有绯闻 但他在去年发文宣布结婚喜讯 这个消息来得十分突然 让很多人震惊 而他的妻子巨悉是圈外人 他们交往很久之后 才步入了婚金的殿堂 其实对于另一半的选择 贺军祥早就已经明示表示 故不会找圈内人 因为自己比较大男子主义 很容易会吃醋 圈内的诱惑又多 所以找一个圈外的人恋爱结婚会比较安心 在明星们都纷纷搏眼球 争头条的时候 张静初却像一块隔缘体 隔绝着外界的欲望 生活中他虽然对爱情也非常渴望 不过他曾表示绝不找圈内的人恋爱 因为明星都太忙 如果他们俩都在拍戏的话 很有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 这样太辛苦了 不如找一个圈外的比较现实 如今黄紫涛在事业上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了 而他也曾经自谱过自己的择偶条件 他表示 不需要漂亮但要懂我 而且自己可能不会选择找圈内人 荣祖儿这个名字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香港一线当红艺人 多奇明星 在华语圈内几乎是无人不值 无人不晓了 在感情上他的绯闻就比较少了 一直没能碰到对的人 而他也曾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希望平平淡淡的感情生活 所以不会找圈内人 他们太花心了 韩雪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女演员 其实是在拍戏和宣传的时候 都很少会出现在大众的眼前 作为一个娱乐圈中的绯闻 绝缘体女神有三大原则 那就是不拍本戏 不把自己当圈内人 不和圈内人谈恋爱 而且他找的老公确实也不是圈内的明星 可见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 言于律己的人 其实范冰冰和陈雨范 也曾经在采访节目上 表示过自己不会找圈内人恋爱结婚 不过他们俩没多久就失言了 一个找了李晨 一个找了白百合 李宇春唱歌演戏 广告代言 开个人演唱会都十分出彩